下一個滿月 即是4月26日的滿月 將會是超級粉紅色月亮 將會是今年兩個超級月亮之中的第一個 預計4月26日的滿月 將會在美國東部時間晚上11點33分左右 達到最高照門強度 儘管稱為粉紅月 但是月亮實質上不會顯示為粉紅色 這個名字的由來是因為4月是粉紅色 福祿巧花盛開的日子 所以4月的滿月 就有這個浪漫又可愛的名稱 月亮實際上將顯示為金色 然後逐漸消失成亮白色 另外雨月Ring Moon 蛋月Egg Moon 新長月Growing Moon 都是4月滿月的別名 超級月亮的亮度 通常比一般的滿月平均高出15%左右 還要大7% 美國太空總署拉薩說 之所以會出現超級月亮 是因為月亮繞地球旋轉的軌道 是橢圓形 而不是完美的圓形 月亮距地球最遠的位置 為相距405,500公里 當月球距地球最近點 363,300公里的時候 就會出現超級大月亮